当前 电解槽等制氢设备的出口前景广阔 在生活用能 工业 交通等领域 氢能可以替代天然气等传统的化石能源 而制氢领域的新技术也将拓展海外市场空间 在广东广州 我国首套百氢瓦级电氢双向转换项目近日投运 项目通过光伏等电源 电解水产出氢气 实现电氢的双向高效可靠转换 按这个技术最高的是能够达到一度电 应该有0.5度电能出来 但是这个技术不仅可以发电 它可以热电连供 有70%左右的能量能够重新还原出来 目前 这套智取氢气的系统电解功率 首次达到了100千瓦 相比传统的电解效率提升了20%到30% 年最大发电量可达28万度 也有望拓展到欧洲市场 他们对这个灵活的可力的电氢转换这个技术 他们需求是非常高的 业内人士表示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氢能的应用场景差异较大 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 在北美 澳洲 欧洲等地 利用氢电藕合技术 来实现家庭和工业园区的热电联工 已经成为新的趋势 这也成为很多国内企业新的目标 在别墅区 他们会做一些热电联工的吃饭 在一些工业区 现在慢慢已经开始在爆发了 它现在就用一种新的能源 去替代原有的天然气 我们下期见